是否亂離駕開關和切換模式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ik 今天我想開箱和評論Sanion的電動牙刷 話說上星期我在一個旺角市集中 以299元的優惠價買了電動牙刷 老實說其實我自己不多用電動牙刷 我想上次用電動牙刷的時候 已經差不多10年前還在中學的時候 那時又懶又不充電 然後又不覺得它真的拆得這麼乾淨 所以就不要再用下去了 所以看看這次10年之後的科技 會不會真的厲害了很多呢 現在試一次 馬上去片 開箱 好 剛剛很簡單的開箱了 裡面首先有一個switch on的資料 馬上看看是什麼 就是簡單的指示 就是教你怎麼用的 有大概三個模式 美白溫和和心情潔淨 接著就是牙刷本身 那個牙刷就是剛剛 看看它和我的iPhone相比 咦 其實可能也不是超級便宜的 因為我想它和我的手機差不多 它就有三個模式 剛才剛才遮蓋了一點 其實按這個10字這個 這樣的 就是開關來的 一按了它就已經到了第一個模式 就是一個white 我不知道是 它說by default是white還是 或者是上次使用的模式就是這個 似乎它是按一下 就是關機或者開關 連續按兩下的話 它就是要轉那個模式 看看是不是小型號碑 按兩下 咦 不是啊 關機 那麼奇怪的呢 開關和切換模式 我沒明白 咦 這麼古惑的槍呢 我真的不明白 對不起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特別猜的 我不要拿捏到它 轉換模式和 開關是怎樣 為什麼按一下和兩下好像都 差不多 我研究一下才等 好 Hello 我經過一輪的研究之後 我終於找到它的開關和切換模式 大概是怎樣的操作 原來它每一次開關的時候 其實它頭幾秒 就不是真的在擦 它是一個 準備擦的模式 你會看到 它是長光著的 然後它真的正在震驚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慢慢 慢慢 就是 dim up, dim down, dim up, dim down 那如果在這個時候 它已經在擦 dim up, dim down 就是代表認真擦 你按一下 就關機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 它長著的燈 它準備擦的狀態 其實如果你再按的話 它是切換模式的意思 我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了 我是沒有掃到這個KR Code的 我相信大部分人買的時候 都未必會掃到KR Code的 我覺得 做得一個好的產品 應該是不需要看說明書的 所以我就沒有看說明書 自己嘗試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 不是超級intuitive 這個按的模式 可能我會覺得 通常好像Airport 或者其他產品 這些產品 通常都是 按一下是一個意思 按兩下是另一種意思 不是你什麼時候按 我就不太明白 為什麼它會有這樣的設計 其實它是怎麼充電的 是怎麼充電的呢 我看看這個盒子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原來 這個盒子 這裡還有其他東西 果然就是這個 一個箱 我猜是充電器 我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一會看看 似乎是充電器加這個 阻礦 還有什麼呢 有愛 都很好 一聯保養 還有就是這個 咦 噢 它想upsell我 它想 這個是 矯型的 服務 我自己就 沒有這個需要 所以就可以 放在一旁 丟掉它 我猜 差不多了 我猜 看看它是怎麼插進去的 是不是就這樣插呢 我看看是不是真的這樣插進去的 好 我就剛剛把電線插進去插槽 似乎應該是在插電 看到它 Clean 水滴的 logo 閃閃閃閃閃 所以就不知道其實插多久才會插到 full battery 那我現在 就馬上去試用 好 我會 先貼上牙膏 很鮮的 之後呢 就按一下 就在Clean Mode 然後就整個要插進去 嘩 好鎮喔 不好吃喔 好不習慣 太多好用電動牙刷 感覺好奇怪 突然忘記了怎麼插 剛剛我第一次用過這個SENYEN的電動牙刷 發覺 原來是非常不習慣的 可能真的太久沒有用這個電動牙刷的關係 所以是完全不習慣操控 不懂什麼時候放進口 亦都是 突然之間忘記了 究竟是用不用 真的好像平時擦的那樣 轉動的地方 其實應該是放在那隻牙上 然後 讓它 讓它自己動 剛剛第一次用的時候 感覺呢 其實就覺得 這個 Clean 就是最普通的模式 嘩 很多水 先不動 因為剛剛擦完牙 其實都挺 比我想像中心動得很厲害 因為如果牙刷得比較強一點 其實會感覺到 好像頭骨還是什麼 會覺得 嘩 的感受 但如果你是不喜歡這個感受 其實它也有一個 第二個模式 就是GENTLE 那這個就完全不會 就算你放在那些 牙刷也不會有那個感覺 好 其實它還有另外一個兩個模式 一個就是 剛才用了Clean 現在就試一下這個GENTLE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GENTLE一點 嗯 我覺得GENTLE很多 沒有剛才Clean震得那麼厲害 剛才呢 Clean的時候呢 是 如果牙刷的牙刷 真的會震到腦袋 不是震到腦袋 也會震到頭 就覺得 這樣 GENTLE倒跳 溫和很多 我猜應該沒有人聽我講的 所以要出電網這段 哈哈哈哈 那我再試一下WIGHT WIGHT應該是 我猜應該是 震得最厲害的 那我再放 然後再開 咦咦咦 要轉Model 立即OK 哇 好像 GRAPS機一樣的聲音 耍油的機的聲音 像Logan 真的嗎 好像小魔怪的聲音 對呀 那最後WIGHT的話 是不是真的白了呢 就可能要等一個星期之後才知道 今晚就是我第二晚用這個 SENIUM的電動大壓刷 那我就剛剛已經上了它的官方網站 就發現其實是沒有 操作說明的 反而要我自己上網 去找一些有關於電動壓刷的使用資料 我發現似乎大部分的電動壓刷 都是用兩分鐘 左上左下 右上右下 各30秒分暖的設計 那我就猜 可能這一支也是這樣 那我就覺得有點奇怪 就是既然它這個功課網站 也都放了不少的 常見問題 那為什麼那裡不可以放進去呢 就好像我這些 是用開傳統壓刷 轉過來電動壓刷 其實未必知道實際的操作 那我覺得如果他們的網站 都放出來 就更加好了 反而有不少一些 用SENIUM電動壓刷的 用家分享 甚至可能KOL 在Youtube裡面他們的解釋 反而比他們官方網站更加詳盡 不過呢 不說那麼多了 我現在馬上去猜測 瞬間見 話說我已經用了這個SENIUM電動壓刷 用了一個星期 現在就想分享一下我的用後感 不過開始之前 我想說清楚 這個是 非廣告 完全自費 我用299元買這個電動壓刷回來的一個分享 基本上其實我第一個最大的感受 就是它真的都擦得很乾淨 因為其實有點像你久了 有一陣子沒有去洗牙 洗完之後 感覺到 你牙去牙之間 天然的垃圾 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個 它真的擦得很乾淨 又或者開朗之前 用一般的壓刷 擦得太不乾淨 所以它這個 升波震動的時候 就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所以在清潔方面 我都蠻驚訝的 我覺得蠻好的 第二個感覺 其實它的實際操作 習慣了之後 其實沒有我上個星期開箱的時候 覺得那麼麻煩 或者那麼奇怪 因為它真的很簡單 它真的只有一個按鈕 開關和似乎模式都是它 基本上如果你只是用一個模式 例如深層潔淨或者溫和 你每一次用的時候 你只需要整個流程按一按鈕 就是開那一下 然後鎮完兩分鐘 它自己計時計完之後 它就會自己停 是不用你自己按關鍵的 你第二天或者你第二次再用的時候 它就會去到你對上一次用的模式 又是這樣開 然後刷兩分鐘 自己停 就是這樣 很簡單 沒有其他東西的 可以考慮改善的地方 就是它那個停的時候 都停得挺突然的 其實有些壓突的 我覺得它有點像 無電 突然停了 無論是哪個三個模式 都是用完兩分鐘 計算完事 停 好 我來個小總結 我覺得總結來說 SENIM的 星波震動牙刷 都真的挺好用的 我自己用完一個星期之後 最大的感受 就是它真的塞得非常乾淨 洗完牙之後 那種稠症的感覺 牙垃出了 這個是挺驚訝的 講一下基本資料 除了黑色之外 它還有白色 還有粉紅色 官方網站 就是一分鐘會震動33,000字 就比一般的電動牙刷快5-10倍 老實說 其實我自己就看不懂這些術語 但是我自己用了 就真的挺乾淨的 值得一提 就是它當然可以換這個牙刷 它這個換的牙刷 就可以在官方網站 以及HKTV Mall買到的 最後值得一提的地方 就是 我找資料的時候 發覺其實它不同地方 不同時間 都可能有不同的價錢 譬如說它跟某一些YouTuber合作 可能它也會有一些優惠碼 我自己買的時候 就是以598元兩支的優惠價買 我其實就是跟一個 不懂的路人 夾的 因為當時我跟朋友去旺角四閘 本來打算跟朋友夾 誰知道 他就說他自己和他媽媽都要買 就不如我 那我就凍了在這 但幸好旁邊有個檔主 就聽到 他自己也想買這支 任的電動牙刷 所以我就跟這個剛剛認識的檔主 就好人買了一支電動牙刷 我覺得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網上搜尋一點資料搜集 看看哪個地方 那時候 你買的時候 是最划算的 好 那我今次的分享 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都用過電動牙刷 或者這支 新鮮的 星波震動牙刷 都不妨可以在下面留言 跟我分享下 又或者大家有什麼 影片的題材都想看到 不妨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跟我分享一下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訂閱那個channel 我差1000人就要1000個subscriber啦 啊